你知道清朝人究竟吃什么食物吗? 这段珍贵影像拍摄于1902年, 记录了云贵地区, 大户人家用餐权过程, 随着男人进食,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, 食物为液体, 颜色为白色, 故而推测, 碗里的食物应该是稀饭, 作为大户人家, 吃稀饭居然没有菜, 这属实有点奇怪, 桌子上除了两杯茶以外, 没有任何东西, 很多人可能会问, 清朝还未发明杂交水道? 难道就有大米了? 确实如此, 咱家水道只是让大米变得更多, 并不代表清朝时期没有大米, 故而镜头中出现白稀饭也是正常, 值得一提的是, 这位女主人双脚十分奇怪, 从画面中, 我们可以看见, 这双脚十分小巧, 脚尖宛如鳄鱼头, 看起来十分瘆人, 其实这是古代特有的三寸金莲, 大户人家的女人, 几乎人人都是裹着小脚, 当时的人们审美十分畸形, 甚至认为, 脚越小的女孩, 越美丽, 越贤惠, 如此愚昧的思想, 不禁让人毛骨悚然, 随着二人的进食, 我们也能看出, 清朝人的食物十分单调, 连大户人家都只能喝稀饭, 平常普通百姓, 恐怕只能吃一些红薯, 生活水平实在太低。